民眾黨立委候選人陳婉慧 他所提出的南港向東營 就是有改於內湖南港軟體園區 以及寶和 所以臨近的宜蘭縣 具有交換便利 戶地廣大等優質條件 在數位基礎的網路建設下 臨近相關AI軟體 機具交流等創意產業 進而建構宜蘭老工業園區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像剛剛講到 不管是軟體資訊 或是創新的這一些產業 或是會館中心 會展中心 都可以到宜蘭來 因為我們宜蘭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未來這個老工業 發展的三大優勢 一個是我們的平原腹地很大 一個是旅貨運雙港的一個艱巨 最後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的交通便捷性 在未來 如果相關的建設都齊全之後 我覺得未來十年 不是只有考慮交通 要同時把經濟的破壞要想出來 包含就是說 這個老工業的發展裡面 可能需要蠻多的 就是數位的基礎建設 什麼叫數位的基礎建設 我們現在在宜蘭上網 有時候你再有一些角落 其實是有一些BUG 大家知道 就是它並不是非常順暢 那這個是我們中央在樹發部的部分 相關的這樣子的一個 不管是光纖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 數位的這個基礎的一些建設 這個要幫我們先做好 未來呢 只要有更多的一個老闆 願意到宜蘭 來架設這樣的一個 腦工業的一個產業 那我們的這個年輕人 就可以留在宜蘭來工作 民眾黨宜蘭縣黨部主委 李偉華表示 如果陳婉會這項政見得以實現 將可留財宜蘭 不用北漂工作 未來將有上萬個就業機會 超過兩千億的經濟產值 第一個它沒有污染 第二個 現在我們的交通改善的話 離台北那麼近 那很多台北在南港軟體園區的 很多的產業 它可以移過來這邊 第三個 我們在過去兩三年的疫情期間 大家也都發現 可以不用到公司上班 可以用遠距來上班 那對於這種軟體 AI這些產業 都可以利用網路 來替代道路 那所以說我們不但可以 滿足我們宜蘭的青年就業 我們還可以吸引 台灣高端的科技人才 優秀的人才來宜蘭定居 我們的團隊預估 就是說在這個高鐵特定區 大概有400公頃 大概這樣的一個範圍裡面 都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 工業的一個發展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呢 基本上是可以提供 一萬個就業的機會 那它的產值呢 是可以帶來兩千億的這樣的一個產值 所以呢我們希望 在這個我們未來的宜蘭 不是只有交通 經濟非常重要 讓我們好的人才 可以留在宜蘭 讓國際的好的人才 台灣好的人才 也願意來到宜蘭 陳法輝表示 希望鄉親能支持他 繼續擔任立委 推動宜蘭交通建設 與經濟 科技發展 南港中央 伊蘭會更好 南港中央 伊蘭會更好 南港中央 伊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中央